我真的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嗎 大家速度好快 我都跟不上 鼓起勇氣卻一直失敗 長大好累 我還能做什麼 好想決定自己的命運 溺水時決定命運的瞬間 就靠自己救自己 不會擁有別要學會的水中自救 沒錯 決定命運的四招 不小心落水時 雙手水平舉起 再用力向下拍打水面 除了產生浮力之外 盡可能製造水花與聲音 引起旁人注意 運用現場可以拿到的漂浮物 例如浮木或是脫下身上衣物 從頭後向前拋 使其充滿空氣形成浮具 萬一落水時旁邊都沒有別人 也沒有漂浮物 這時候可以使出水母飄 深吸一口氣後 臉向下埋入水中 手腳自然下垂保持靜止 身體自然就會飄在水面上 需要換氣的時候 再張開手腳滑水呼吸 或是使用氧飄 全身放鬆吸滿氣 後頭部慢慢後仰 雙手張開成十字形 平躺在水面上 可以節省體力的消耗 盡量延長等待救援的時間 同場加硬 四種破關密技 在溪河流落水的時候 如果遇到上下瞬間 落差的地形時 會產生翻滾流 將人來回捲入水中 無法脫身 需要潛至水底 身體緊貼溪床 往下游方向游出 當河道寬度突然縮減 會造成兩側水勢 不斷往中間推擠 形成漩渦 讓人無法向岸邊逃生 使出確保姿勢 面朝上雙臂緊縮 雙腳伸直微彎 眼看下游處 就能被水流自然帶出漩渦區 溪流中如果有石頭 旁邊可能會有吸力超強的漩渦 形成滾輪區 這時先冷靜放鬆 伺機用口吸氣 增加浮力及力氣時間 保持直立如質感狀 讓激流推出 接著手腳再用力推障礙物 利用水流順勢游出 在海邊遇到離岸流 會快速把人帶往外海 逃脫時要先與沙灘線 迎行游開 或是以45度斜斜慢慢游回岸邊 就大功告成啦 英雄決定自己的命運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 要送行喔 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是新竹市消防局男療分隊隊員 我姓劉 他姓彭 今天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防逆圈島的幾個步驟 剛剛小朋友看完上面 溺水的時候自救的影片 那我們接下來來教大家說 如果發現有同學溺水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跟他做救援的動作 好那就五個步驟 叫叫聲拋滑 好第一個叫呢 是大聲呼叫 怎麼呼叫 我們請 救命啦這邊有人落水了 OK 那第二個叫 打119打110 請消防隊請警察到現場 幫你們實施救援 然後在這之前 我們可以試著怎麼救一下同學 救一下朋友 所以後面的聲拋滑的部分 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器具要怎麼做使用 我們先做聲的動作 我們拿掃把竹竿樹枝 試著把溺水的人 看能不能試著接近到他 把他拉回來 好 如果生得到他就回來 他就可以順利的回岸上 那如果救不到呢 我們可以試著拋 下一個動作就是拋 拋可以拿什麼東西 可以自己自制服具 拿繩子 或是救生圈 岸上如果有救生圈的話 我們試著用救生圈 然後丟過來 好 我們有救到 讓患者 逆者 接到我們的救生圈 之後再把他拉回來 好 那如果我們都救不到 我們就只好 前面兩個步驟 我們都救不到 我們就只好 再試試其他的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滑 滑的部分 可能就是 用著大型的扶具 可以像竹筏 或是 可以飄著扶球 像我們這樣拿著 我們的魚雷扶標 大型的扶具 拿過去 我們游過去 如果自己有勇氣 我們游過去 接近他 走過去 然後把扶具交給他 之後 把他再帶回岸上 做完我們的救援 如果這時候 我們都沒辦法救到 我們就請他在雪中 冷靜一點 然後冷靜完 如果消防隊到場 我們就把現場交給消防隊 來做處理 我們會做救援 好 那最後 跟小朋友說一下 夏天 細水的時候 請小朋友注意 我們盡量 在有救生員的場域 做 細水的動作 那 如果沒有 我們就盡量不下水 那下水前 請做好暖身動作 比方運動傷害 抽筋 當自己溺水 OK 那最後 再跟小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的救生衣 如果吸水 去比較危險的水域 小朋友要學會穿救生衣 那救生衣的穿著 其實就跟穿一般的背心一樣 把它穿上去之後 把身上的所有扣具 都扣上 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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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兩條 胯下的袋子 從後面 穿過胯下 接上 從後面 穿過胯下 接上 好 這樣子 你就可以安心的吸水了 好 我們今天的宣導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